歌神章學友持續兩年的巡迴演唱會 終於來到尾聲了 學友說雖然沒辦法在香港開始 但都想以香港結束 為了等紅館的旗 還開多了幾十場 這日記焦咒公佈 將會在明年1月連開15場 為巡唱畫上句號 有些不捨得 期待也不是期待 也要面對 因為要結束 所以不捨得成份大一點 期待不如接受 不習慣一定有 我相信我自己完成演唱會後 可能有一段時間會繼續練同一首歌 做同一首歌 但是我自己覺得尤其是做藝人 你始終都要向前走 就是留戀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地步 留戀同一樣東西 其實都是一個 不是聰明的選擇 我都是選擇繼續向前走 那作為押續的一站 又會不會有特別的安排 是不會有太大改變的 衣服有不同 歌曲上可能有一首半首不同 其他都是這樣 而歌迷最關心的買票問題 你遲就會取消現場售票 全部都在網上發售 以免又有些什麼意外 這個都不是我怕的 因為事實上是發生了 我也是在新聞看到的 所以它的確是有一定的風險在 這次主辦也有跟康文署開會 這個售票方式也是他們建議和推薦的 都談了好幾次 其實很多不同的賣票方法 但他們都覺得這個是最安全 和可能會出現問題最少的方法